出席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9号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15位代表结合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联系工作实践 围绕国防和军队建设重大问题 建言献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参加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主持会议 大家一致表示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 落实习主席出席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强化使命担当 深化改革创新 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 距离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不断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强军事业新局面 会上来自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吴兴峰代表 来自西部战区的公贸洞代表 来自陆军的丁来复代表 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的黎湘代表 来自国防动员系统的张立克代表 来自军委政法委员会的傅右瑶代表 来自连勤保障部队的陈薇薇代表 来自海军的张鸿兴代表 来自空军的张鸿斌代表 来自武警部队的王宁代表 来自东部战区的汪红燕代表 来自国防动员系统的张公代表 来自军委纪律检察委员会的李港代表 来自国防大学的郝万路代表 来自火箭军的侯长领代表 依次发言就加强联合作战能力建设 强化国防科技创新 推动新兴领域先进成果应用 优化新制装备能力生成模式 提高预备役部队编组建设质量 贯彻勤俭建军原则 提升战舰备滞效 加强基层练兵备战等方面问题 提出意见和建议 中央军委委员刘震丽 苗华 张声民参加会议